我常常遇到这些问题 怎样才能往生净土 我依照经教为大家解答 三福头一条 人天荷报 你把这四句做到 你是善人 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 那是有条件的 什么叫善呢 你这四条真的落实了 真做到了 你是小善 善男子善女人 你念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四条就是菩提心 不具足就是 生凡圣通就通 如果你具足两条 又能够受持三规 居足 中介 破范未遗 你能够在居足 这个条件 念佛 求生 兼徒 生 方便 游徒 能具足第三条 你看第三条 头一句 法 菩提心 你就晓得 身性因果 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 灭佛是果 灭佛是因 成佛是果 在大华言经里面 这是什么菩萨境界 地上菩萨 我们在经常读过 地上菩萨 从初地 到等觉 十一地 始终 玻璃念佛 始是初地 终是十一地 所以 学佛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果报在华藏世界 在华藏世界 修到初地菩萨了 专修念佛法门 所以叫 身性因果 一度华言 一进去恍然大悟 始终 玻璃念佛 要记住 始初地是始 等就是终 独送大臣 劝敬行者 那这却是弘法利生 前面二福 只有自立 没有利生 最后一条 有利生 劝敬行者 红华利生 自行化他 这样念佛求生 净土 神十报 庄严图 神长几卦图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吗 至少 明明白吗 添乎 华利生 几华利生